下面我们来进行实例3 抹焊接件两焊缝在顺序焊接过程中的分析 创建完名称之后我们来定义一下单元类型 我们来输入一下 定义一下笔热 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下与温度相关的寒塞数 我们可以看见图表 点击OK 下面我们来定义一下两钢板的材料属性 我们可以看见图表 点击こ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订阅完成之后我们来进行建立几何模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继续建立 来继续建立 继续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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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选择镜像点击OK 选择我们镜像的平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我们输入时 回车 选择我们的汉缝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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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要选择的量 我们在这里选择957795888.1 然后按回车 单击OK 完成之后我们进行温度偏移量的设置 谢谢大家 我们来进行稳态求检 选择temperature on nodes 选择所有的节点 我们来输入值为30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试加完温度条件 然后选择off来设置我们的求解的选项 现在就可以以存盘进行求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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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顺态求解设置里面 我们来输入时间为1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步的求解我们来试分析时间100到1000秒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求解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来继续选择 来激活左汉风单元 然后我们来试加右汉风的温度载荷 中文字幕做好 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来讲我们的影响 我们的决定 我们来设置稳态求解设置 我们时间设为1001 我们来设置稳态求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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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设稳态求解设可设中 将时间更改为 然后进行求解 然后下面我们来进行后处理 首先我们显示1和2秒钟后 温度长的分布图 我们选择1秒 点击读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的运图 我们来继续选择 现在是100秒的时候 温度的分布运图 我们现在来显示1001秒和1002秒后 温度长的分布 现在是1000秒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布运图 都是5秒钟的分布 我们今天讲得快枱了 再来继续找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erçekten真的出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基本上对我们的观点栏目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已经到处众 继续读入 下面这一步我们读入1100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显示一下零件的某些节点 在焊接过程中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我们在这里创建了几个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输入它的坐标的标签 来输入它的坐标的标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选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选择完成后就可以生成我们零件焊接过程中的动画 这是显示的动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